歡迎鄉親 繼續收看 法時代議新聞十字 到心臨驚驚的 可以讓人感覺 心心都很痛快 已經有口學來驗證 這心臨對治療心心真的有幫助 台灣大學的驗使臨 結合到台台病醫跟中央研究院 分別來進行到第一期跟長期的 人體實體試驗 結果發現 有過十七歲的七次 只要在客頭的心臨兩三小時 老婆的阿法波就會來增加 你就可以得到消費 研究團隊也用一年的時間 追蹤在台北跟客頭上班的完工 結果發現在客頭上班的 心臟病到胳肺也不會危險營酒 比在台北上班的都比較低 這些研究成果 已經發表你的口學期間 而台台宴是臨 也在客頭來幾月兩條 心臨的路草 顧布民眾 在政客專業的印度之下 享受心臨 得到健康 第一次呢 全世界用這樣的一個數據來驗證說 住在一個生理環境裡面呢 它確實呢 會有一些好處 每禮拜兩次 台台醫師和台台 是嚴念研究員在客頭 做送臨療養對心會更光臨的研究 這次出事是八七十歲以上中過 二十歲上大是九十二歲 老老生死 兩三天他都會去客頭背山 背後感覺心情好 真心也好 但是好日後 才有科學的數據來進行 這是研究團隊想要找的答案 一個心跳帶 這個心跳帶 基本上可以記錄它的心電圖 這個心電圖呢 我們就可以去知道它的心跳的變化 也包括它的這個所謂的交感神經 跟乎交感神經的變化 在那兒心跳大 出發之前 會用體肌器來檢測心理素肌 每個人身體上面都掛一個心悲器 每十五分鐘就記錄心臟的功能和變化 另外又會讓我請 有個皮膚好久度 三十六 你就下進去 那一角色的牌子 卻要被所有人都向天文台出發 這條路來回十三公里 八 Anne 差不多 六百公里 這條路來到十三公里 八 Anne 差不多 六百公里 給那個人瘋了 原路一頭空 吹一百瓶 修理心臟 暗天一點錢都有溫度 涼涼 在中部長年八三 腳沒夾溫 25分之來放體溫 達佩心悲疑和心跳大 能夠記錄生理的變化 他用整個時間比對台北和蝦頭 都有100個月的觀光發顯 等於蝦頭的觀光 晚上當晚的蝦頭來摸比較薄 發現中方心準備的風險比較多 甚至應用到宜德所的功能 蝦頭的觀光會藏得比較多 第一次全世界用這樣的一個數據 來驗證說 住在一個生命環境裡面 它確實有一些好處 那很多的芬多金 其實我們過去的研究都知道 它是可以放鬆你的這個 讓你的血壓下降 它另外一個是呢 很多的芬多金已經被證實 它有抗氧化力的效果 它可以幫忙你肺泡 肺功能可以得到改善 這麼高雙的森林裡面 散化出的芬多金 它跑不掉啊 只有讓你吸走而已啊 那我們這邊又有吸流又有負離子 所以這個造就了它 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環境 離開頭塑到沉甸的空氣 因為剛才有很多種芬 都散化不一樣的混沌精 流山和臺灣山都有 阿法松溪 滴雷萌 可以讓人放輕鬆到好睡 人家可以出境 神經團的物質外挑釋 有空感染的作用 對人體的應用如何 所在新穿11個台北人 到家裡去住五天 結果發現說 如果是低空來變好 而且體力也更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上了溪頭之後 活化的自然生物細胞增加了 然後呢 回到台北四天後 你的活化的自然生物細胞 仍然是比原來的更高 那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來經過生理域的 一個暴露之後呢 你真的是可以得到 讓你的這個免疫系統 得到好像是一個好的改變 但是一般的UK 若是在松林當中 時間沒說太長 儲竟健康的好個夠一樣 OK 好 來 拿 八中北半天走十三公里 比對走進前合行後的手機 你內臟子彎本來是紅色 你現在變黃色 紅金布 有 九分九五分 三九啦 火也不燈好啦 五湯 五湯 六湯都很好的啦 燈那個人都沒關係 對尾藏也很好啦 有來在走 尾藏這樣靠在天壇或什麼 要在夾 夾才會下去 九十二歲 五湯都生死 身體基隆的二歲 加七十七歲 作為驚中生死 不夠毛病的進步 在森林療癒前後的這個 心臟的這些血壓 它有明顯的降低 上了山以後 變下以後 它基礎的代謝變好了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一開始來測66嘛 現在變成54 你實際年紀呢 70 那差很多啦 對 有沒有很開心 有 有 很開心 這項研究是真對老大人 在時間離森林建行 對心理基礎的影響 總共有160人出事 最小回合的數字 年代進行對出來 屬於上 森林療養 在國外已經流行很多年了 在德國 醫師有當時的鼓勵 喚者到森林裡面走走 當作是春風籤 韓國日空16年 設立森林好禮儀 有國家級的森林療養重心 臺灣博士也對客戶開始提供 透過我們森林醫學 與科學的驗證 那再包括一些環境教育的活動 來達成我們身心的靜堂 這就是森林療養的意義 我們也在森頭這邊開闢了兩條 我們已經經過驗證過的一個 步道的路徑 來作為森林療養的一個推廣的方向 這兩條路 一條只有1公里6千公里 8公里30公里 大人小孩都可以走 另外一條3公里 8公里100公里 會經過9公里 逍合55歲以下 作為森林療養的一個步道 然後這個其實很有特色 那這個第一個 它的坡度是比較平緩的 然後你會經過竹林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竹子的景致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在沿路的每一個不同的定點 其實都會有一些小活動的設計 譬如說在地圖上 你會看到某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鳥鷹 可以在那邊聽鳥鷹 聽這個蟲鷹鳥鷹 它是讓人比較有活力的 那聽溪水會讓人家比較沈靜 放鬆 然後 那個 那個 甚至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頻率行動會有影響 在自然環境中 我們腦部的α波就會產生 所以就是 你會覺得比較放鬆 腹膠感神經的功能會提升 那膠感神經的功能會下降 也就是說你這個人比較容易 休息 比較容易放鬆 松林可以放鬆 高感神經是有經過的 代代松林的 在下期說 由松林三個不一樣的環境 撐腦 結果是說 會讓人放鬆的α波 在松林當中增加最多 會讓人操縣的 Beta波 在下期當中最高 但是同樣在松林裡面 有這些人 兩三點之後 沒有壓力的感覺 另外三聲 壓力不一樣 是什麼原因 蔡草稍作實際來測試看看 這個脫液試片 可以檢測人體的壓力值 只要含在蛇下一分鐘 就可以快速檢測出來 就看到我開始用了 這個就開始用了 測我們的脫液裡面的澱粉酶 好 那在我們壓力比較高的時候 這個澱粉酶的活性 是會比較高的 應該會吃什麼 0 0 記者壓力的速度是四十字 至少就是十五到三十 他超過了 裡面的記者更高 九十六 真的還假的 在那邊的溫度 還有眼睛要的聽到的影響 雷哉的壓力 像說當你做的工作 不好好感受松林 不可能是原因 所以傳染民眾 客氣五感 是松林療養 很重要的課程 五感就是視覺 嗅覺 觸覺 聽覺 森林元素包含景觀 包含這個木頭的材質 包含它的芳香 然後那相對帶來的這個 譬如說森林漁家 五感體驗 像這樣子的活動 讓大家身心愉快 眼睛客客 讓鞋子注意聽 外出對一個方圍 有手在叫 有風在吹 川大氣 品嘶可憐重的香氣 睡得清 把鞋子放進去 湯架卡在草波上面 關全感受大廚人 把眼睛背開 看不一樣的製作 不一樣的土地食水 吃天然健康的飲食 讓身心和主人結合 五感的體驗 還有一個印度的確定 在松林當中做優化 和你們企業裡面做優化 完全不一樣 通過瑜伽伸展當中 從呼吸跟吐氣 你都可以感受到 你內在的流動 在這裡能夠更加的順暢 而且你會覺得 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大自然 都進到你體內的更多 松林的療養 可以放鬆壓力 促進心肺更系統的健康 體身不用用力 但是醫師聽說 松林療養是以後以後 不是跟你在背 而且也有一些方向 所以有一句話 我們會講說 陰生生的森林不要去 就是很冷 然後濕度很高的地方 然後你這個天氣 比較冷的這個季節 你都要特別的小心 你如果有心血管的問題 沒有搞定了 你還在這個不穩定的心腳痛 還是你有點頭暈 你身體不適 你在重感冒當中 我都不建議這個時候來爬山 冬天太冷不適合松林療養 海白手管超過兩千公斤的醫生 也要注意是不是有欠喪水的情形 另外不是每一座松林都適合療養 在了家裡 你母宮也有幾個八個地方 包括阿里山 太平山 二瓶呆 台東的地本 都適合推動松林療養 台灣的國土有60%是松林 有很好的天然主館 但是欠款的就是 全家的印度 雞店 不然你母宮等你幾個月 要訓練松林療養的杯盤 以後在松林當中 不然是隨便驚驚而已 有人跟你帶領 反正可以讓你再找到 到天地很大心的盤暖 好